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最强折腾王 俗话说 每天一个鸡蛋让你远离医生 哎不对 好像是每天一个苹果 截掉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个很迷你的一个 煮蛋器 我做开箱视频这么久 还没有测评过煮蛋器 今天我们来测评一款很迷你的煮蛋器 就是这个 它叫做宝贝蛋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煮蛋器 市面上有很多这种煮蛋器 但是我还没有测试过 它真的可以像市面上说的那种 煮蛋真的很方便吗 咱们来试一下 我取了一枚小鸡蛋 下面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让它接受死神的洗礼 征手它 哎不对 等等 我感觉死之前呢 要给它先美一个容 美美的去接受死神的熏陶 面带笑容的接受死神的征煮 然后把它放进去 再把盖子盖上去 啊不对 忘记加水了 事先我用小量杯量取了15毫升的水 我们在煮之前呢 要把水倒进这个煮蛋器里面 这个水煮干以后呢 就等于把这个蛋给蒸熟了 然后我们再把蛋给放进去 来跟镜头前面的朋友说拜拜 通上电源 煮 现在已经开始在煮了 我已经听到了里面发出了那种哄哄的声音 然后它这个盖子呢 也出现了很多的雾气 让我们静静等待小蛋蛋的成熟吧 哇这蒸汽好多啊 我已经完全看不到里面的那个蛋了 已经被一层浓浓的雾气给遮住了 我感觉快差不多了 已经烧好了 红灯已经灭掉了 我的妈呀 好多的蒸汽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哦 有点烫 哦 好烫啊 为什么它还是面带微笑 我以为它的妆容会花掉呢 没想到它还是面带微笑 好像很开心被煮熟一样 现在摸起来还有点烫 不过已经不烫熟了 它还是面带笑容啊 好像很嚣张的样子 再看就把你吃掉 不知道用煮蛋器煮出来的蛋 跟我们平时用水直接煮出来的蛋 味道会有什么不一样的 哇去 这熟了吧 我怎么感觉有点没熟呢 熟了熟了熟了 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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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笑 哦 完成 一枚顽皮的小鸡蛋 熟了 非常的嫩 味道跟我们水煮出来的差不多 没什么区别 感觉比我水煮的更加嫩一点 你真的好哦 吃掉了 完美 那么总的来说呢 这个煮蛋器还是可以的 效率还不错 煮出来的蛋呢 相对于水煮的来说 更加的嫩一点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只能煮一个蛋 一次性只能煮一个蛋 那如果你需要大量的蛋的话 就不太适合用这个东西 因为太慢了 它比较适合于那些上班族 然后还有一些学生的 就是每天吃一个鸡蛋 这样的话 用这么一个小的蒸蛋器还是不错的 怎么样 你会喜欢这个东西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给我点个赞加关注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有什么新的东西想推荐给我 还可以在评论前面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